中国海警船是7月2日星期二晚 登上了一艘台湾渔船 及后将它一起洗往中国大陆港口 台湾海事局稍后时分收到船主报警 于是出动了三艘船 打算前去营救这艘渔船 但当他们与中国海警作出交涉时 被中国告知不要干涉 台湾当局亦发现有四艘中国船隻 再靠近台湾海警船 为了避免冲突升级 台湾唯有取消追踪行动 整件事里,有很多不同疑点出现 而台湾海巡处在7月3日早上 发布了渔船发生的位置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以及他们将来进行营救行动 当然我们去观察今次这艘渔船 大进满88号 现在在台湾海巡处已公布了 它的地方应该是 至于晋江市 对外11.2海里的地方 道理上 应该算是中国的领海 我们说国际法里 12海里 对出海岸基线就是领海 所以12海里以内 其实都算是大陆的领海之下 如果中国的海景在这里执法 看上去就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但问题在于金门和厦门的地方 有很多海域相对比较重叠 所以亦发生了年头的时间 就有大陆的渔民闯入金门的水域 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但这次会否作出一个报复行为 还是像台湾一些渔民所说的 首船要醒目 在进入了大陆的水域之后 要遵从大陆水域内的法律 其中一个相当明显的 就是来自5月至8月这段时间 中国这边颁布了的优如期 即是在中国的水域内 中国海景会执法 任何在这段时间 在中国水域非法捕鱼的船隻 都会受到拘捕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件事呢? 当然肯定不止 只是这一艘渔船 当时在水域捕鱼 我们也看回台湾那方面 从事鱼业那边的政府当局的说法 他们也说 这些海域 通常在中国和台湾的渔船 都是集运在一起的 这不是法律和不法律的容许 是一贯的做法 多数都是这样 也有问到渔民 本来都是会亏劝一下 叫你走的时间 你便走 真是会拉人封艇 就好像近来都少见了 所以这个情况 最近都会吓到 澎湖附近的渔民 应该都不敢最近走到 甘门、厦门附近的地方 暴雨了 在这里的渔舵 我们又不知道 究竟有多丰富 或者多丰富 但是 这些冲突 当然 中国和台湾 渗透了他们背后 一些政治议题 例如 赖清德520上台之后 对中国来说 变成一边一国的论调比较大 会否作出一个报复性行动 拉人封艇行为呢? 当然 我们说到台湾渔船 其实 他们现在出到 在海上捕鱼 是比较弱势的 我们不计 他和菲律宾的渔民 会否有什么争执 与中国、日本这边来说 其实日本也有多次 去拘捕台湾的渔民 所以 如果在台湾渔民的心目中 日本也是一个挺恶的地方 中国这边 一直都相对比较友善 所以今次的态度突然间转变 难免会令到 无论是渔民或其他 立委或其他人 想像 会否是中国 现在对台湾的政策 即是180度的改变 即是 一贯去对台湾渔民 比较宽松的政策 可能日子就要结束 即是 未来就是要对台湾的渔民 要收紧了很多政策 例如在澎湖 或者在金门那边去捕鱼的渔民 相信在这个政策下 他们就要对自身的安全 更深的体会 相信今次渔船事件 台湾这边会透过陆委会 和大陆这边去商讨 包括如何拿回人、船等问题 但如果根据中国海警令3 即是最新领布的情况 上次和菲律宾的冲突之后 我们都已经检视了一次 即是 这批中国船长和鱼工 相信被扣押的情况 随时会被扣押五、六十天 都不出奇 但我相信 在这个海警令3 刚刚的实施下 应该会比较宽松去处理 即是说 扣押你 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应该是少不免的 但罚不罚款呢? 又或者中间需不需要 一些渔民去签回一些 认错、悔过等 这些我们会再观察 甚至乎他们会不会被列入黑名单 以后 就不可以在附近的水域做报员呢? 这个我们都要看看 就是中国海警法 在接近实施的时候 究竟有什麽的条例 是会设计去执行 有些会望开一面 我相信这个都会对 日后台湾的渔民 或者其他地方的渔民 遇上了中国海警执法的时候 心里面有一把尺 以及有一条线 要怎麽面对 不过今次的事件 相信跟上一次 我们说的菲律宾 人外交那边的事情 又不能运回一谈 因为上一次明显 就是中国这边登船的时间 虽然有抢夺到 菲律宾武器 很多不同的东西 当时仍然是 和菲律宾是一个主权争议 但如果今次发生的地点 就像台湾海上署所所说 应该属于中国的海内 即是基线范围里面 在十二海里以内 都真是中国海警 有权去做一个执法的情况 所以台湾在这里的 价格能力 可能会比较低 而中国海警 在自己的中国领海里的执法 当然会说句话大声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后 相信今次的交涉 就会比较困难 但我们相信台湾这边 都不会特别如何屈从 或者如何有肉国体的情况之下 就和中国谈 相信如果你说遵从一般的情况之下 始终最心急的 都是渔民和家属 尤其是船长 听说她有一位90岁的母亲 在家中等待她归来 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渔民 或者他们亲戚 都没有告知 给这位妈妈听 儿子被拘押的情况 可能她也会 及后新闻的情况 会知道 都真是希望船长 和这么多位工友 可以早日回到台湾 好,这个消息 如果有进一步 即是跟进的话 军武器言都会和大家做回报导 我们亦在其他世界浮沫消息再见 拜拜